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会发现 待会我请你注意的是 他唱歌的时候的眼神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 坚定一个指令哦 注意在舌尖嘴巴不用力不往前 不懂你的黑色有吗 想通却又在靠到我 大家有听到声音变得比较明亮 也比较厚实了吗 OK 这是第一个 我们解决声音在高音上的一些问题 那稳定度也会随之提升 好像没有就是硬硬 对 要去推 推或出力的感觉 我们现在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人家在唱歌前会习惯吸一口气 对 不行 不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气息的乐保 有没有看我们的 之前的那个《轻松雪上歌》第一集 气息的乐保 声带承受的负担就越大 所以我请人家不可以吸气 好 你讲黑色 黑 黑色 对 你并不会黑色 但你唱歌很容易变成 黑 你就浪费到一堆 它就浪费到一堆的气息 哦 我们再一次哦 嘿 嘿 嘿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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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四个字 再一次 嘿 黑色 也是重复对的动作 才会让唱歌这件事情进步 所以每次开始之前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首先维持好气不出嘴巴 专心默念指钉 OK 然后不可以听自己的声音 不可以听 对专心默念指钉就不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哦 不可以吸不可以吸 是 加油哦 不懂你的黑色有吗 很好 所以声音的空间感就出来了 好 我们现在把整段唱唱看 哦 整段啊 对 好 OK 还是要一直默念指钉哦 不懂你的黑色有吗 想痛却又在靠到我 弄到嘴巴 做得很好 现在要请你把手放在这里 不要用脸的力量去控制声音 注意力在身间 不用先默念指令 说声 哎呦 怎么那么轻啊 萌萌的对不对 就是蛮轻松的 是 为什么我请人杰的脸放松 声音反而可以更轻松 因为当我们在发声的时候 我们的咽部肌肉群 会做到许多的动作 完成发声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认为 用嘴巴的力量去hold住声音 其实这个动作是在拉扯后面 即将要完成发声的肌群 所以其实脸越放松 对歌唱也是越好 哇 刚刚看完这一段 你有沒有觉得 我也好想要开始唱歌了呢 你知道吗 魏宇老师曾经自己说自己是一个 不算拥有特别好条件的人 我相信我们有时候都会说 他天生好赏 他天生好手 天生好赏 但是 那天生 所有的礼物都只给那些人吗 还是 你也有 你却不知道 那个是你的礼物呢 又或者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使用呢 我们来看看魏宇老师 是这样帮助他的学生 现在我们两位的歌唱问题 其实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比较习惯了比较多的气息去带声音 而这个动作其实会让声带的负担比较大 那 待会我会透过我们的基本功的训练 还有思维的训练 帮助两位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就来进行第一个练习 第一母音 第一个动作 舌尖放下排牙齿背面 对 轻轻放着 好 那我们的牙 快速的咬一下舌头面 对 对 对 咬完之后 用最小的音量 最自然的音高 就是讲话的音高 最自然的呼吸 发1这个字符做一次 咬完分开之后再发1 一个持续感觉舌尖 然后摸念 用加1 用加1 一次摸念 越小声越好哦 好 时间到 来 等一下哦 我现在让两位 感觉一下 他们现在喉咙的感觉 跟刚刚有没有不太一样 声音只要亮一点点这样子 可是我不知道就是 现在听到的声音跟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声音 有没有落差 没有关系 那你觉得喉咙有感觉吗 有点麻麻的吗 麻麻的感觉 有热热的跟刺刺的感觉吗 你有没有感觉刺刺的 我觉得有放松的感觉 但也有麻麻的感觉 我们通过发1这个母音 让主动送气减少 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声带的闭合 承受的气流压力就可以减少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帮助我们的发生 这些调心变得更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是思维的训练 声音的低跟高 你会觉得它是距离 但事实上声音的低跟高 它不是距离 它只是频率 所以你认为它是高 你就会想要用力去推它 或是把它转成另外一个方式 是因为你觉得 声音需要这样被处理 有一支默奏 要把声音 可以听起来 可以听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让 我的两位同学 来试唱一次啰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那些美梦 没给你我一生有愧 假如我年少有未知進退 才不會讓你替我受罪 婚禮上多喝幾杯 和你現在那位 OK 太猛了是不是 先忙變厚了 而且Freddy的音色其實非常的好 很溫暖 然後很有質感 我們來聽聽看TZ 他的改變 我給他一下TZ 假如我年少有未不自卑 懂得什麼是珍貴那些美夢 很好 你做得很好 沒給你我一生有愧 婚禮上多喝幾杯 和你現在那位 OK 有聽到他們的改變嗎 發現到我剛剛就是 偷摸你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痛嗎 沒有 給我溫暖 對 我們的頸椎啊 四到六節 往前相連會到我們的甲松軟骨 就是我們的喉結 所以當你緊張的時候 你的這裡也會都受到印象 所以當你感覺到緊繃的時候 你的聲音就沒有辦法放鬆 所以透過基本功的訓練 透過思維的訓練 其實在歌唱的練習上面 它是可以非常具體 而且有效果 而且你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假如我年少有未不自卑 懂得什麼是珍貴 那些美夢 沒給你我一生有愧 假如我年少有未不自卑 懂得什麼是珍貴 那些美夢 沒給你我一生有愧 魏宇老師曾經說過 驕傲跟不信任困住他 讓他在學習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些些的過程 我相信如果你也跟某一些老師 或者你看到電視一些歌唱比賽 然後那些評審這樣說那樣說 你裡面也有仿佛好像也 也似乎懂了一些 就像我們看棒球看久了 我們覺得自己比較像教練 覺得我比你你怎麼用兵 你怎麼這樣調度 你為什麼不那樣子 好像我們也仿佛知道了那些 某些知識片段的語言 然後我們以為我們懂了 但其實你知道嗎 有些時候那些或許是謊言 或許我們把那些當成真理相信 一句我們沒有辦法擁有自信 今天我們再一次邀請到陳薇宇老師 來幫助我們 恢復我們對自己聲音的認識跟自信 歡迎薇宇老師 哈囉 大家好 薇宇老師 你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說 喔 我透過上個禮拜我們講的 盧老師的那個教導 那跟你過去這些老師的教法 肯定不一樣嘛 第一天就來摸鼓啦 是 沒錯 直接讓你嘴巴張開 我想我可能會覺得 不好意思我先嚼一下口香糖好不好 哈哈哈 是 其實一開始老師 嗯 他在做我這些動作的時候是 真的是讓我滿 shock 對 可是當他唱出了那個很驚人的聲音的時候 我又是另外一種 驚 驚訝 嗯 那時候我心裡的想法就是 不管你是什麼東西 我就 我就跟你學了 對 可是學的過程其實很 很不容易 因為過去我們就是練器馬 爬音階 嗯 練歌 但我的前九堂課 我的老師沒有讓我唱任何的東西 我們的練習長這樣 這樣子一個小時 就是把舌頭伸出來說 對 這是其中一個練習 喔 其中一個 我們有九個類似這樣的練習 還有像這樣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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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睡著了 因為他懷孕 他會累 他說 我以為老師累了 我睡一下 然後我就在旁邊這樣 怎麼辦 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繼續練嗎 對 或是他有時候肚子餓了要吃東西 我就在旁邊這樣一直做 我就覺得 到底是不是被騙啊 那到了後來開始唱歌了 老師又告訴我很多 我無法理解的事情 他告訴我唱歌不要去聽自己的聲音 欸 我們所有的老師都會要求學生 你不聽見自己聲音 你怎麼唱啊 對 然後要控制 要穩定 他說不可以控制 不要想要唱好 我就想說 他從你裡面的想法完全顛覆欸 對 可是我那時候搞不懂 然後他也跟我說沒有音高 沒有音高 對 瘋了嗎 就是 但你錢花了嗎 對 對 對 房租付了嗎 是是是 非得要弄個青紅皂白出來 對 困境就是 祝福 我只能這麼說 OK 因為如果這個老師在台北 我一定第一堂課我就不上了 嗯 對啊 就是因為我人在外地啊 對啊 是啊 房租又付了 對 我沒有多餘的錢 那其實那個時候 上一集有講到就是 就是有一位老師叫我去美國嘛 對 我說英文也不夠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滿感恩的就是因為 這些限制 對 就卡在這裡 沒錯 我在各處都有軟弱 但就是因為我的軟弱 所以我必須在這裡 嗯 那 學到後來就 因為沒辦法信任老師的東西 對 那之前在台灣也都是跟過冥師嘛 所以心態就有一種 我要看看你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OK 所以到了後 就開始拔河了 對 他要我不要控制 但我就是覺得 怎麼可能不控制 嗯 高音那麼可怕 一定要Hold住的啊 嗯 但是說不可以 嗯 直到 我已經沒有錢了 我只剩下六堂課的錢 哦 那 我那時候壓力好大 就是我來這裡花完了 所有的錢 那 家人也會想 那你回來之後要做什麼啊 你的朋友也會想說你去北京幹嘛 對 對 那很多的壓力 嗯 所以那個時候 呃 其實睡得很不好 嗯 像剛剛看到的那些基本功 嗯 很多都是上千下的 每天都要做上千下 所以 呃 常常我都會逼自己 就是如果呃 沒有做完 我就不能出門吃早餐 OK 但 練習都有做 嗯 但我就還是常不上去 嗯 那直到有一天 我已經沒有錢了 我只剩下六堂課的錢 剩下一點點的生活費 那時候我一餐 早餐 很多時候我就是兩塊人民幣 一塊錢是豆漿 一塊錢是餡餅 嗯 然後有時候午餐晚餐 因為教會 那時候在北京國際教會 有認識一些長輩 那他們就會請我去他們家吃飯啊 嗯 非常非常非常照顧我 是 非常謝謝他們 那那個時候就 撐著 就剩這樣一點的錢 嗯 我就跟上千說 我相信是 你帶我來到這裡的 你看我一開始有看到那個經文嘛 對啊 所以我相信你的恩典夠我用 嗯 我想要好好睡覺 好好休息 因為 練習量很多 又很焦慮 所以很多時候晚上都睡不著 睡不好 睡不著 對就跟朋友一直聊天啊 因為焦慮就一直聊天 嗯 那那天我就跟先生說 我要好好休息 然後我相信你的恩典夠我用 隔天 呃就是 呃 早上起床 我就接到了一個人的電話 嗯 而這個人很特別的是 他現在的照片出現在我們的攝影棚 啊 對 他叫Mary姐 嗯Mary姐 對Mary姐那時候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他要離開北京了 嗯 可是他在北京 有照顧一些貧窮的年輕人 嗯 或是剛失戀的 他問我願不願意 呃 陪他們一個禮拜一次就好 嗯 陪他們聊聊天 嗯 那他有準備一些書想要送他們 陪他們吃飯聊天 他想付我一點生活費 我想說天哪 有錢了 嗯 我還可以撐一下了 但 我覺得人有時候就是很假掰 對 我就跟他說沒關係 這麼好的事情 不用錢 嗯 我一想出來我就後悔了 因為你真的需要 對 然後他就補了一句 不行 我一定要給你 我就說 好 不要不要 陳偉宇不要再吵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隔天他就匯給我六千塊人民幣 其實蠻多的 我一個禮拜只需要陪一群人吃飯一次 是 兩個禮拜後 他又再匯給我一萬塊人民幣 我的月薪是一萬六人民幣 將近八萬的薪水 然後一個禮拜陪這群人吃飯一次 嗯 我當下就知道這不是人給的薪水 是 因為我自己是老闆 對 我也不會給這種薪水 對 我那個 我那一刻 我決定我要 順服 神 也就是 如果神帶我來這裡 為什麼我不試著相信我的老師 告訴我的東西 啊 嗯 所以 不只是順服 神 是 也順服神給你的環境 對 也順服 既然我都來找這個老師了 對 我為什麼還跟他拔河 是 不要再拉扯了 是 你真的試著相信老師 是 然後 很特別那天還有一個邀請是 我們那時候牧師 有開一個聖經縱覽班 他打電話給我 也是那一天 他就跟我說 衛宇 你要不要來上課 聖經縱覽班 從 中午到傍晚吧 反正很長 我就想說 欸牧師 我是來這裡學唱歌的欸 我不是來這裡 讀神學院的 對啊 我現在還沒有唱上去 他就跟我說沒關係啊 衛宇你自己想一下 考慮一下 阿仙求神德國神的義喔 就會加一天給你 我想說 OK 我考慮了一下 好啦還是去上了 上了聖經課之後 就去上課 嗯 上老師的課 當天很特別 在課堂上 我沒有唱上去 但是下課 我就是 隨意一唱 就上去了 然後我的老師就跟我說 對啊 就是這樣 嗯 我就 我嚇一跳 嗯 但 嚇一跳的那一刻 我也非常的失落 失落的原因是 我的高音出來了 對 就是很輕鬆 嗯 但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不是我用力 是很輕鬆 很放鬆 好像不是我做的 嗯 我喜歡那種 我用力 我掌控 對 對 我能夠抓住 奮力 對 竟然不是我奮力做到的 我好失落喔 我現在想起來有點荒謬 但是 我當下的失落感是很大的 就是一個高音 啊 就出來 我就想說 為什麼是這樣 嗯 我那時候住在四惠火車站 北京的東邊 那天下著大雪 我從北京的 四惠車站要走到我家 十分鐘的路程下著雪 我戴著耳機 我心情超沮喪 所以我在聽音樂 聲的聲音進來 他的音樂很像在外面 他的聲音在中間 他問我 如果歌唱不是那一種快樂 你願意為我唱歌嗎 我想了三秒 我就說 我願意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在答應什麼 嗯嗯嗯嗯 對 那 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持續在交唱歌 是 我也在 告訴大家 關於這個歌唱方法 嗯嗯 我們怎麼去透過這個方法 去傳福音 像我的老師告訴我說 沒有音高 嗯 那其實聲音 它就是頻率 哦 它是物體震動的速度 OK 它並非高度 嗯 它是一個看不到摸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 感性的形容 是 這個聲音很明亮 視覺 這個人聲音很粗糟 觸覺 是 這個人聲音很甜味覺 哦 可是高跟低 限制了我們操作它的能力 嗯 所以平常女孩子 假設蟑螂飛過來高音就出來了 哈哈 啊啊啊啊 可是她可能沒有辦法 耶 她沒有辦法這樣唱 唱歌的時候 就好像沒有辦法連結在一起 對 因為她覺得唱歌是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去完成 可是她的知識 嗯 就好像這台電腦灌進去的軟體 嗯 是1.0 OK 她認為就是有高跟低 可是2.0裡面是沒有低跟高的 嗯嗯嗯嗯 那後來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才開始研究跟思考這個東西 嗯 我才發現其實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民族 他們的記譜方式 跟理解聲音的方式 並非西方的古典音樂的這個脈絡 嗯 以至於他們的呈現 會有不同的樣貌 是 甚至是鋼琴上沒有的音 沒錯 也能夠演唱 沒錯 所以 當我去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如果 有人相信自己也相信錯了呢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不會唱歌的人 但事實上你有一個好聲音呢 對 或者是你覺得你自己沒有價值 但其實你有呢 嗯 那我們是基督徒 神怎麼對我們說 創世紀第一章就寫到了 上帝創造整個世界都是好 對 但是造了人之後 他說了 甚好 嗯 所以很多時候我去教會演講 我都會開玩笑說 我們是基督徒 但我們第一章就不信了 所以 所以 當你不認為你是燈 你就不會放在斗上啊 對 對 所以 你的信沒有成為你的行為 所以你的人生不會改變 嗯 所以 我信了高音 所以我被高音捆綁 哦 所以 如果你的人生也是因為你錯誤的信 曾經有人說 你就是沒有 你就是沒有用 你就是笨 你就是沒有價值 是 是 如果你真的認為自己不珍貴 你就會用 不珍惜自己的方式對待你自己 對 你會很多時候 像 像我阿嬤好了 她過去是 她不進大廳吃飯 她都在吃 那個廚房吃飯 哦 嗯 是 有人規定嗎 就是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的女性 對 他們認為那是美德 或應該在的位置 對 或者是像我媽 她很多時候要吃飯 她都問我爸要吃什麼 她才選擇 她要吃的 就是她都在配合別人 要吃什麼 是是是 但其實她有很想吃的東西啊 OK 所以我都會在練習她 我就問她說為什麼 你要做這個決定 有沒有別的決定 你真的想吃什麼 你來練習做決定 所以我說老師 你真的是屬於教練型的 對 你會幫助大家 不只是唱歌這件事 是 你讓人重新去思考 因為我們裡面的決定 會 會決定我們的反應 跟我們的行為 沒錯 一生的果孝師有心發出 對 對 是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那過去我的老師也都認為 我是一個不會唱歌的人 我住在萬華 台北認為比較 比較邊緣的地方 所以曾經有歌手來跟我上課說 蛤 你住萬華 那裡很悲劇耶 我說 對啊 上帝就是 就是 拣選我們這種愚拙的 讓你們這種人羞愧 哈哈哈 真的 我就覺得 我好 好愛喔 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 是 而後來 當我學完之後 我的老師 跟我說 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有這個方法嗎 嗯嗯嗯 我說我不知道 他沒有任何音樂員的背景 哦 對 然後他爸爸是個聲樂老師 但是從小也覺得這個女兒 沒救了 就是唱不好 嗯 他說他跟我 他跟我說他從小就相信 有一位神創造這個世界 他不是基督徒喔 那時候 嗯 然後 他就說在有一天晚上 他跟那位神求說 可不可以讓我發出我想要發出來的聲音 嗯 他就做了一個夢 夢到了很多的聲音 隔天早上起床就有個能力 他聽到這個人發出聲音 就知道他裡面所有的肌肉動作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寫這些東西 哦 然後 呃 像 呃 大陸 蒙古的一種唱法叫呼麥 呼麥 他一聽就知道他怎麼做 他就可以把他肌肉位置全部寫下來 嗯 那因為他拿到金色世界紀錄嘛 對 所以很多國家都有想要找他做研究 做實驗 對 其他人都以為他是醫學系的 嗯嗯 因為他都是對於解剖非常的了解 但其實他只是一個山東鄉下的女生 只有高中畢業 嗯 然後那時候他跟我說 你要唱歌不要有偶像 嗯 不要榮耀自己 我就說整個 嚇死 他不認識 他沒聽過上帝 沒有 可是他說的全都是聖經裡的標準 對 我就跟他說 你知道你說的那位是誰嗎 後來我就帶他禱告了 對啊 然後我也是後來才知道他的學生全部都是基督徒 但是沒有人敢帶著他禱告 因為他是個大師嘛 OK 對 但我就是比較活潑頑皮的學生 我就是第一個帶著他禱告的人 然後後來我的學長有跟我說 他們就是全家絕制了 嗯 對就很感謝 是 但很特別的是就像我剛剛講到 我要去上課的時候 我的牧師告訴我說 你要來上聖經課啊 先求聖國聖的義啊什麼什麼 那時候我心裡想說 我不是來 來學 我不是來造神的 對 我不是來造神的 結果 我找我的夢想 我最後還是 找到了神 嗯 我就覺得 真的很會寫劇本 哈哈哈哈 上帝太奇妙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 這一套方法帶回台灣 嗯 那我旗下的老師 也全部都是基督徒 我們透過這個方法再告訴很多人 就是你的價值 以及你在歌唱上 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甚至五音不全都能夠教得好 對 我看到老師這本書 你的名字就叫做 唱出好聲音 顛覆你的歌唱思維 讓歌聲自由 沒錯 為什麼想到自由 不是歌聲美好 歌聲動聽 歌聲感人 而是歌聲自由 我覺得過去的歌唱 我們很多時候想要追求好 嗯 但我們不認識好是什麼 對啊 那聖經有告訴我們 什麼是好 嗯 神是唯一的好 嗯 很特別的又是神說 祂用祂的樣子造了我們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在追求好 世界 也試圖在說服我們 什麼是好 但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好 你就 無法 有一個正確的追求 嗯 所以我認為追求真正的好 這件事情其實是會帶來自由的 但是如果追尋的是別人 或是這個世界 試圖告訴你的好 你只有越來越焦慮跟痛苦 這也是我在整個娛樂圈 唱片圈看到的 他們非常的 很多人是很不快樂的 對 我相信你陪伴過一些 特別的歌手啊 或是藝人 那 別人可能很羨慕 覺得哇 他好漂亮 哇 他的聲音好乾淨 是 等等 但他們其實好自卑 是 甚至自我控告 是 他們會覺得自己永遠都不夠好 對 即便是非常TOP的演藝人員 對 那我就會覺得 就是他可能收入都好幾億的那一種 但是 他不快樂耶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恐懼而努力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我們基督徒真的很幸福 但 我們信不信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很關鍵 對 我們是可以很幸福 但我們信不信 是 真的 所以在幫他們上課的過程當中 我會告訴他們說 神怎麼看你 你是很珍貴的 他們很多人上台還是會很緊張很害怕 是啊是啊 是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是好的 對 但又要假裝自己是好的啊 嗯 所以就很緊張啊 尤其是第一張唱片就紅的那種 對 特別自卑 特別沒安全感 沒錯 然後他們會覺得怎麼 瞬間世界就變了 對 然後人家看你就是偶像了 就好像你什麼都對 是 然後他就更覺得 哇 沒做什麼 我還沒有 甚至還沒努力咧 是 真的 真的 我最近就有一些新人學生 就是爆紅的 對 他們都在找一個出路 甚至有些人會很憤怒 他們會覺得 你們都是一群很噁心的人 就是他身邊的這些人 即便是這些人捧著他 對 因為過去你不是長這樣的 所以他很憤怒 那在陪伴他們的過程當中 會給他們一些像是 讓他們知道他們的信念是可以選擇的 就是 對 你今天就像假設劉德華在我旁邊 我一定會想跟他合照 但是你可以決定誰要靠近你多少 對 對 不要把你的情緒交給他們 或者 你要決定讓他影響你多少 沒錯 沒錯 講到這個 老師我在基督教今日報看到有一篇報導 然後說有個孩子他是眼睛有一點問題 然後 是 我覺得很可愛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這個太奇妙了 他是一個內湖高中的同學 嗯 那時候他跟我上歌唱課 然後我就是在跟他分享 耶穌很愛你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在跟他講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人怎麼 臉變得怪怪的 然後 我就定睛一看 因為他原本是邪式的 我每次上課都好想說 我要看你哪裡 就就 我要歪過來看你 對對對 但 我只是跟他講說耶穌很愛你 你知道嗎 他的邪式就直接恢復了 然後我就把他拍下來 然後我還跟他說 你看 你恢復了 而且那時候他要考學測 他說學測後 他爸他就開刀 嗯 我說你不用開刀了 我還特別傳 當下我就馬上傳給另外一個朋友 嗯 我就說你看 就是這個人的回應 我看他怎麼回應 我就問他說你有沒有覺得這個人 臉上怪怪的 然後我朋友就回說 哪裡 是有一顆痘痘嗎 嗯 我說你看 就是他完全 恢復了 恢復正常 對 所以我覺得 神的意志 有時候 我覺得很特別 我沒有在想 你有沒有發現 就像唱歌一樣 當你很放鬆的時候 對 你也沒有做什麼 並不是靠你自己努力了 對 控制了 不是很大聲 宣告什麼 我覺得就是 一個很美的 就是裡面相信的 對 因為你相信上帝愛他 是 即便他不認識神 對不對 對啊 他後來就信主了 對 蠻多學生我在那邊 也有過一個學生是 無音不全的一志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紅的 一個通告藝人 那 我直接都可以講他名 他叫陳玉喬 他之前的聲音是 幾乎我們會覺得是 可能沒有辦法唱 嗯 我那天只是在跟他分享 這個方法從哪裡來 然後 他一唱 聲音就准了 他唱的當下 其實他唱前 我有感受到神的同在 然後 他一唱出來他眼眶 就整個被 就是泛淚 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知道 然後他回家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 剛剛那個不是我唱的 然後我說我知道 因為 我剛有感受到神 跟我們在一起 然後他要我 我就跟他說我可不可以 分享這件事情 我把名字啊 大頭貼都遮住 他說老師你就全部寫出來 截圖 我們的對話也都截圖 你就把它寫出來 他跟我說他以前 國小是念截圖教學的時候 他是有在禱告的 可是他已經很久很久很久 沒有禱告了 所以當天晚上他就回家 清精神 我就覺得 那個 就是 對我來講奇蹟是 因為愛 因為憐憫 而且是很輕鬆的發生的 而且 當我們不以福音為持 我一點都不覺得以福音為持 為什麼要持 我也以福音為榮 為榮 所以 很多街頭不敢傳福音 我覺得是因為 怕被拒絕 對 或者是 拒絕是他的 又或者是他自己沒有真正的經歷 對 這麼好 怎麼不講 就好像 如果現在巷口有一支iPhone免費 你會跟你媽講 你一定會跟他講 對啊 我沒辦法不講耶 對啊 就像我後來有 再回到北京去演講 我是直接告訴他們 如果沒有辦法講耶穌 我沒有辦法講 那你們要不要讓我去 他們還是讓我去啦 對啊 所以就是 你願意嘛 你就先願意 因為 我相信大家會信主 一定是因為某些很美好的原因 你不要忘記 真的不要忘記那些美好的事 就像有一首詩歌什麼 我的心裡要 尊從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的恩惠 以前還沒有 嘗到這麼多的恩典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是情緒勒索嗎 不要忘記恩惠 但現在你會知道說 真的不要忘記 因為這是與我有益的事 是對我好的 我不能忘 我真的不能忘 不然 好辛苦喔 活在這個世界上 對啊 所以 很鼓勵大家就是 去傳福音 然後 或者是先了解 先經歷 什麼叫福音 不要讓這個兩個字 變成宗教名詞 其實就是一個很美的事情 就是神愛每一個人 祂真的好愛每一個人 對啊 魏宇老師你講到一個關鍵 嗯 問題是很多人並沒有很愛自己耶 對 我們很愛你 我們很愛某一個歌手 某一個藝人 對 但是沒有愛自己耶 是啊 就覺得上帝你把我做成這樣 好像我是做壞了那個器皿 喔 不是 但其實 真的 老師你去陪伴一些不同的學生 你就會發覺他們生命中 或者他們的聲音裡面 有他們自己的樣子 是 我很喜歡耶穌 耶穌說的一句話 他說我不再稱你為農仆 我要稱你為朋友 嗯 很多人 也沒有把自己當朋友 所以他沒有想認識自己啊 你可能會想要知道 你的朋友喜歡吃什麼 對 但 就像我剛剛講我媽的例子 嗯嗯 他不敢去吃他喜歡的東西啊 所以 你連你的 你想要跟這個人當好朋友 你一定會想要了解他的事情 對對對 你想要陪伴他 對 在他累的時候你想要關心他 嗯嗯 可是耶穌說 他稱我們是朋友了 那你要不要把你自己也當朋友 你才會知道這個人 為什麼耶穌會對這個人說 我們要當你是努力 嗯 那你才會去善待這個朋友 是 然後我們接納了上帝創造的 這個獨特的 是 完全不一樣的 是 你看聲音都可以有聲音辨識系統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沒有一樣的聲波的 是 獨一無二 我覺得 就像剛剛說到創世紀第一章講到 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是他的樣子 嗯 那 每一個人的美好 就是像神的某一個樣子 嗯 所以你要透過更多認識自己 你也會認識神美好的樣貌 嗯 我其實很好奇 老師怎麼沒有立刻成為歌手 當你學會怎麼使用這個聲音的時候 是 是 其實 我覺得過去的學習經驗對我來講是一個蠻 受傷的過程 欸 就是因為 過去的老師的帶領 那不同的 對那 這個帶領的過程其實 那個熱情或是說那個盼望是一點一點被 磨掉啦 啊 對 那 所以 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當然 現實的考量 對 教學是會有收入的 然後再來 有一段時間其實我沒有辦法唱歌 因為我已經不愛唱歌了 他變成工作了 也不算工作 就是 我覺得是那個時候被 被告知說自己不能唱 那因為又非常的努力 所以其實已經累非常久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神在恢復我 而我也在回應就是神的邀請 像最近神邀請我進入更多的休息 嗯 所以 可能 不是可能 就是在一個恢復的路上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單位邀請我 我還是會去唱 對 但 好像跟以前高中的時候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衝刺唱歌的樣子 好像已經 不太一樣 欸 老師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以前你唱歌跟 後來你跟老師 跟北京的那位老師 學過以後 你自己唱歌你覺得最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我不會害怕 喔不會害怕 完全不會害怕 對我來講很像在講一件事情 但過去唱歌很像是 兩個 你在透過唱歌去獲得別人的肯定 另外一個就是自逆在自己的聲音裡面 就是這兩個而已 欸 自逆在自己的聲音 就是 喔好好聽喔 好陶醉 好欣賞自己的聲音 對 但是別人其實並不會有感覺喔 欸 嗯 就是你自己覺得自己用了很多感情 然後我這裡做了什麼地方 做了什麼技巧 對 很多的控制 喔 我這裡怎麼表達了 是 但是 聽的人都會覺得 嗯 好像OK 但沒有感覺 喔 是 但現在是 嗯 我覺得我的心跟聲音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我 我再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不是我要讓你覺得我很棒 嗯嗯嗯 過去很希望別人覺得我很棒 但 現在我覺得我不用去告訴別人 我很棒 透過唱歌 變自由了 對啊 是 怪不得 是 讓我們的歌聲自由 沒錯 欸我覺得 老師特別 一般人寫這個歌唱的書啊 一定都是寫很多很多方法啊 很多技巧啊 然後 當然也有 對 但是我發覺老師你有很大的篇幅在 在講 怎麼樣來獲得那個信心 對 然後又把信心養成一個習慣 對 怎麼樣 在這個思維裡頭 其實 對你來說 唱歌已經不見得是一件 就是單純歌唱這件事 是我覺得它是 嘖 我很希望 我的身邊的人或是我的學生 可以 因為接觸唱歌 也可以 體會或是經歷到跟我一樣的一個 蛻變 嗯 有時候很不容易 因為它會害怕 你要丟掉過去的控制 就像為什麼那時候丟不掉老師 之前老師的東西 對對 對 即便那些老師給你的好像都是控告 對 但是你還是接受了那些 是 就是丟不掉 嗯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害怕 我害怕唱不好 我害怕破音 所以我的控制其實都是來自於恐懼 也因為控制讓你沒有辦法放鬆的唱 是 是 其實我在聽老師分享 我裡面一直出現一段經文 嗯 嗯 就是我覺得神正在預備威宇老師 因為祂不希望你是明的羅想的吧 阿門 不是只有聲音 是 而是你的生命跟你的聲音 要開始唱出那個真正有影響力 而且真正自由讓人聽了以後 可以得到自由的那樣的力量 因為其實這個世代都在尋找意見領袖 嗯 所以有些網紅 嗯 有些或者我相信您接觸最多表演藝術類 是 的這些好奇寶寶或者是很想 就像當年一樣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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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接觸很多這些 但是不一定他們知道 他們要的是他可以吃得了嗎 是 或者消化得了嗎 是 或者根本不適合的那件衣服 他想要努力的穿上那件衣服 是 所以就開始討厭自己 是 然後或者是自卑 是 那再透過歌唱的教學 你看只不過是歌唱 但又不只是歌唱 是 好棒 感謝主 真的 好 最後我想還剩下一點點時間 請老師跟我們所有螢幕前的這些好奇寶寶 然後或者他們聽不懂說 老師你剛剛講的到底是什麼 是 你可不可以簡單的讓我們能夠感受一下 怎麼樣能夠享受那個自由 我覺得 大家可以試試看 在不管說上台唱歌或者是說話前 我覺得你可以試著告訴自己 你是獨一無二的 你是獨一無二的 還有 你可以犯錯 你可以安全的犯錯 其實我們可以想喔 如果我現在要上台 如果有人告訴你 要很棒喔 加油 你反而會更焦慮 但是如果有人告訴你 你可以表現得不好 真的沒有關係 你會發現你會放鬆下來 你的身體就會能夠 直覺的去呈現你所要呈現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也是福音的樣貌 就好像 舊約上帝創造我們每一個人是獨一無二的 而新約 耶穌在跟我們講的是 我們真的可以完全不害怕的來到神的面前 因為我們真的會犯錯 但有沒有關係 真的沒關係 就像是聖經會用跌倒來形容犯罪 其實我很愛這個形容 因為沒有一個嬰兒 不透過跌倒學會走路 所以想告訴大家 不要害怕自己會跌倒的樣子 因為你是被愛的 因為神非常非常的愛你 祝福大家 老師在書上寫了一句話說 你知道嗎 讓我們失去自己個性的 往往是我們的偶像 是 所以 與其去尋找一個人的偶像 或聲音的偶像 不如好好先認識上帝創造我們 真實的模樣 沒錯 當我們接納自己的原來的樣貌 是 好啊 頭髮會白 OK 有些時候就瘦不下來 是 但是那個獨特 那個從神來的心意 其實是可以當我們不再跟神拉扯 而是願意選擇相信的那一刻 是 我們就進入那個享受禮物的自由時刻了 是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祝福大家也享受你的聲音的自由 生命的自由 拜拜 拜拜 為了 帶這頓 兩句 可以 是 我們 對 我們 我們 不介意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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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